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这是事先做好的这个原画 那么一定要表现出它整个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一开始应该怎么来做 一开始 好 放到一边 然后呢我们 从一开始的进度 导入参照图 这是做好的 这个参照图的效果 但是如果没有参照图的话呢 那你要先去用基础的几何体 把这个模型先快速的搭建出来 关键是一个流程 好 首先是它的整个的一个头部 这样的一个头部 当然是Nervous的球体来做 当然在做的时候要注意 它的一个走线 并不是只是把这个形状 觅出来就好了 因为它还有动画 这个角色嘴部的动画 那么一般来说呢 做这种角色生物体 首先 它的整个 就这个区域 大家注意 这个区域 是贴近于当前角色的嘴部 就是说 由四周 向四周开始扩张的 一般来说 这个地方是它的嘴部的区域 所以说你在做角色模型的时候 直接拿一个球体 把它 这个对到这个角色的嘴部的位置 而不是说 直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捏大形 那即便形状捏准以后 后面如果你想转左边形 再去 做出嘴部的话 会非常的困难 非常的困难 所以要注意 一开始就利用这种 用Nervous这样的 非常好的一个开放性 去调整 把它接缝放在后面 然后呢做一个旋转 一个90度的旋转 这个地方朝着嘴部的方向 那么现在正面视图 跟侧面视图去调整 去对位 开始的时候可以升起一些 先在正面对好 然后再到侧面对好 这个形状还是比较Q一点的 先整体 再去局部的调整 一开始的时候 不用急着刻画细节 先把整体外形准确的 快速的搭建出来 久而久之呢 你就会养成一个 比较好的流程习惯 那么在做任何复杂的模型的时候 都可以非常有针对性 有效的去完成 你的这个建模任务 然后再透露图来观察一下 整个的一个形状 是不是比较圆润 那这个地方呢 是一会儿我要开口的 就是做出这个猫的 嘴部的区域的地方 那不管怎么样 先把他的头部 身体 给他做好 搭出来 前面呢 不用做太多调整 好 那么身体部分 身体部分呢 也是一个 比较圆润的 看到他身体的这个 跟四肢的连得比较的紧密 连得非常的紧密 那么我们也是先 都先做出来 然后再去 统一的合并 这个时候 还是一个Nobos的球体 90度的旋转 接缝的位置 这样的去整体的调整 非常的一个 肥胖的一个猫 整体的去控制它 这个段数 整体往下调整 进行一下切割 那注意身体跟头部 要是穿插的 直接把它切开 用参数线的方式 加一条线 头部跟身体穿插 然后使用detach surface 把它切开 那么上面的这个 就不需要了 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再到前视图来 整体的调整 在不改变大型的基础之上呢 尽量的扩充 整个身体的一个范围 这个时候就是大大型的阶段 肚子比较下垂一点 凑视图观察一下 就这样就可以 好 接下来呢 是腿部 腿部 腿部一般来说 它的关节处呢 需要注意 断数够不够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么在调控制点的时候呢 这个点不要超过最下面一级 它转换的时候呢 一环扣一环的 尽量的不要超过 下面这一级控制点 肚子整体去调整一下 好 腿部 创建一个Cellinar 圆柱体 接缝处 放在内侧 首先在段数很少的情况下 调整它的位置 在膝盖的位置 关节的位置 把它放在这 如果这个影响观察的话 先把它隐藏起来 扛成H 这样就看得比较准确 膝盖的位置 先放好 从正侧 两个视图 去调整 添加足够多的段数 首先在关节处 加一根线 这是关节处的位置 把它放准 然后选择上面的这圈 壳线 跟这个肥胖的身体 做一个匹配 先是整体的调整 就是跟身体 穿插进去 这一排控制点 只要跟身体有穿插 就可以了 开始的时候 段数不用很多 再次准备 在正侧两个视图分别去仔细准确的调整 好然后呢显示刚才我们隐藏的那种 看它两个呢有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穿插 如果没有的话呢进行整体调整 对腿部的这个部分 把它收进去一点 跟这个身体进行一个比较好的穿插 穿插进去 先整体的完成这个区域 选择一些控制点 进行整体的调整 跟臀部 首先先穿插好 那只需要做一半就行了 那么这个脚掌的部分 脚掌的部分它这个脚掌比较可爱 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 做出脚掌 无论是做手掌还是脚掌都是一样 先把它整体区域构建出来 如果有几根脚指呢 那就前面呢就做几段 就是说它有几根脚指 那么在这个地方 就有几段 那一开始的时候先把脚掌的整体轮廓 先概括一下 大脚丫子 段数 有四根 指头 那么把它变成四段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 应该先去加段数 无所谓了 直接删除历史 然后我们手动的加 手动的去添加环线 加上四根 注意都是正方形的 四个面 都是正方形的 可以去使用滑边工具 微调一下 切换到多边形态单组 然后使用滑边工具 调整一下 手动 配合一下 然后呢 这个脚掌 分别挤出 在挤出之前 保证面供面的这个选项是 关闭的 就是说它分别是 四个面 进行挤出 挤出一个区域 然后呢 再对单个的区域 进行调整 拖出一些变化 这个脚掌来说 按三键看一下 段数是不够的 咱们在底部 在中间进行加线 这个时候也是 只是把大型给勾勒出来 就行了 不用再去考虑 取体的那种 等会我们再去进行合并 才要考虑的 手臂 再整体微调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容易注意到这些细节 像手指啊 像这些肚脐眼啊 这种小的细节 一开始的时候 不用考虑这些 怎么样快速的 把它打出来 是你最重要 也是唯一要考虑的任务 创建一个 圆柱体 首先呢 段数不要多 增加一段 放在关节的位置 放在关节的位置 上面这条颗线 整体 下面呢 整体进行调整 先不管这些个 先不管这些个 就把它放起来 食所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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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放在关节的位置 然后再放在关节的位置 OK 耳朵 注意一下它的区域 先去概括 耳朵的形状 然后呢 整体调整 透视图来观察一下它的区域位置 有没有跟头部进行穿插 具体的一个形态 先放在这里 OK 像这个眼珠子 眼皮儿 我们利用当前的这个接缝 它的一个扫描的角度 先去 在不改变它外形的形状之下 更改它的构造历史 大小 进行一下匹配 然后呢 再对它进行整体的缩放 食物当中进行匹配 好 这个猫的尾巴 直接用一个球体来做 更方便 选择 旋转90度 把机会放在下面 还是放在中间的位置 选择最顶端的这一排控制点 这样它的顶端结构不会发生变化 这样子直接去调 也是这样子 底部的这一圈的点 调整 一下子形状就出来了 先把整个结构概括 然后再需要加细节的地方 再去调 把这个臀部的位置进行一下控制 整体看一下 整体看一下 把一有的这些基础的形态都给它概括出来 好 我们再检查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什么就不用做 把整个形态勾勒出来 然后再在整个的一个基础之上的不断的细化 不断的细化 做出它的嘴巴 这些鼻子 这些口腔 这些细节 好 第一个进度 请准确的完成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请准确的完成